狂风一阵接着一阵塑胶筒被吹飞 一大早台中武器渔港这一带 下起间歇性雨势 即使台风没登陆 但强风已经先到 尤其近期疫情再起 确诊人数飙升 一早大人带孩童来到接种站 排队民众一个接着一个 人潮几抱接种站 大家趁风雨小的片刻 赶紧来施打疫苗 在没有雨的时候赶快过来 它也避免人潮太多 因为人潮太多 毕竟还是会有点担心 如果带小朋友去拖晕中心 在拖晕中心就有小朋友 也有种 所以也是会担心 自己的小朋友也是会种 自从学校开学后 学生确诊状况直线上升 也让家长担忧 即使遇上台风签 还是得出门打疫苗 悠悠莫德纳跟悠悠DNP 我们是采风流 而另外台风外围环流 带来强大风雨 前一晚苗栗130线道 金船路数被大风吹倒 抖踏的树干横跨双向车道 压道路旁高压电线 锦销人员到场想办法排除 但也造成双向交通一度中断 台电公司紧急断电 经过两个多小时处理 好不容易把树干给移除 瞬间强风吹倒露树 吓坏用路人 记者黄翔富许玉闻李云杰 王百英台中苗栗采访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疫苗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